而第二个影片就是讲到小敏在家里 因为给她妈妈很多愤怒、很多伤害 她妈妈可能又被她丈夫伤害都未定 因为每次来接她似乎只有妈妈而已 可能关系不好,她妈妈又很受伤害 把那些愤怒放在小敏身上 所以小敏来到又不喜欢去补习班 又担饭,弄烂人的东西 但是这个乡乡的阿沈很关心她 她就为她照顾她 她妈妈与她的时候照顾她 令到小敏很大的改变 之后就很开放 并且小敏跟她说 你做我妈妈好不好 或者我妈妈,即是他们那些乡乡 即是你做我妈妈好不好 她很乐意 她就一直从小到大建议这种关系 其实我们对任何一个人做得好的时候 关心她,这种爱 是存留在人的心很久很久 很大影响她 虽然有时有左隔 有时她不听话 有时对方不好 不说话,不回应,不聆听 或者很长气 这些可以处理的 我们可以用柔和的方法引导对方去处理 而不是拒绝了 其实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可能说 我配偶太难顶,顶不顺他 我的子女,我父母很多事情不好 但其实他也是很孤单的 如果我们能够 有耶稣的爱心冲破这些困难 用爱心去医治的时候 可以带来祝福 而我们最后看的影片 Hidy Baker 是一个很伟身的宣教士 她曾经在香港有几年 是帮助一些很贫穷的人 后来神要她去非洲 去到非洲的时候是没有钱 很少钱,很少钱,只有几十元 但是神说你要去喂那些小朋友 那你哪里有钱呢 但是当那些人知道她的工作的时候 那些奉献,一路加征 但是她不是经常都有很多钱的 但是她凭信心,神真是供应她 她帮很多孤儿 这些孤儿有很多 有些是父母有爱之病 留回子女在那儿 有些是被家人强奸 有些人是没有人照顾 很多各样的小孩 她在街上接她回去 就照顾她 她叫她们做子女 真的很有爱心 她影响非洲很大 而且影响了很多地方很大 你上网可以看到很多 Heidi Baker的影片 我今天的主题 都是在《轻松得性》这本书拿出来的 就是说 我们之前说到耶稣爱我们 耶稣与我们有亲密关系 我们建立这个关系 深信他爱我们 都是宝贵的 尤其是有些对我们好的 虽然可能他们有些缺点 但是他有好的地方我们就记实 或者他不懂得爱我们 但是我们爱他的时候 他们都会改变的 OK 我首先讲一讲 这里讲到第一个经文是讲到 我们的神是用慈诚爱索牵引我们的 神是 祂不是用强硬的方法 不像那个妈妈用打来要子女听话 神是用慈诚爱索牵引我们 其实我们人都需要爱 没有爱的话 人是会很孤单 受伤害 会痛苦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伤害痛苦的 我们很多可能已经很多伤害 但是唯有爱才能够医治 所以我们首先给神去爱 可能你说都没有人在我周围爱我 我们首先就是给神去爱 因为神的爱是无条件 当我们多亲近神 时时相信神的爱 时时感激耶稣的爱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又深信我一亲近神 神就很欢喜了 神的爱就会来到我们身上 圣灵将神的爱 敲灌在我们的心中 然后我们改变了 大家下一个屠天佬的仇苦的 孤单失落的人 可以心灵被医治 然后接着会懂得爱人 我们爱因为神才爱我们 为什么这么多人难以珍惜和爱人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懂得爱人呢 因为很多人容易刺伤人 好像战猪那样 因为很多人有些什么事呢 这些是电视或者在街上都经常听到 为什么这样说话 为什么这样啊 你这么蠢啊 这么慢啊 快点啦 这些说话我想大家听惯了 他说的时候他就觉得 那你是慢嘛 那当然是说你慢嘛 他没有想到这句说话带来的后果 不是只是见他快点 而是令到他受伤害 所以我们需要想一想 我们每一句说话出口的时候 令到人有什么影响 如果令到人受伤害的时候 圣经说什么呢 你伴到一个小弟兄 不如将大磨石绑在你的颈 扔掉你下海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帮我小心我的说话 因为说话 伤害人的心 英文有句说话 比石头和棍 更加伤害人的心 就是真的打入人的心 所以有很多人呢 他们曾经被伤害 所以好像战猪那样 很容易伤害人的 所以他们都很难珍惜人的 有些人呢 是整天都好像 松了起了缸那样的 整天都有些什么事 跟人吵架的 跟人斗过的 那就为什么人很难珍惜人呢 这里讲出几个原因 因为人注目于人的不好 他有什么不好 他又骂我 他又长气 他又不听我讲话 还有自己没有什么爱心 其实人的本质 是缺乏爱心的 还有有些是应份的 他应份煮饭我吃 应份做什么的 那需要多谢他呢 就是觉得他应份的 这样的时候呢 就不会懂得珍惜他了 还有没有找到 神为我们预备每一个人 其实周围的人 都可以带给我们福气 虽然可能他们有他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珍惜 建立好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发觉 原来每一个人 都可以带给我们祝福的 而很多人呢 是自私 还有这个图呢 就是粉饰侄俗 就是这个人呢 很愤世俗 很生气人 觉得个个都不好的 那我们就想一下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些伤害 未曾医好呢 还有一个我们记实 就是当我们伤害了人际关系 有时不能够修补的 有些是不能够修补的 每一次的伤害都可以留下伤痕 有时你说这么蠢的 这句话令到他会觉得 我真的很蠢 或者觉得 你永远都不会接纳我 这句话在他心中 就会留下一个伤痕 其实当个人真的很蠢的时候 我们就问他 你觉得是不是很难啊 这些 我怎么帮到你啊 你也有努力 你已经做得好一点了 这样 那这些呢 就是会一种建立的方式 欣赏的方式 那他呢 就会进步 而不是说这么蠢啊 教来教来都不懂啊 讲了这么多次都不懂啊 那我们知道 原来这些说话呢 是会留下一个伤痕 这个伤痕有时 很难医治好的 还有呢 令到个人失去信任 就是他不会信任 信任这个人的 还有呢 神不喜欢我们破坏人际关系 就是 神是不起悦 人与人之间有这些问题的 这些是罪来的 还有呢 有人对我们好 其实不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 一破坏了呢 有时很难修补回 去回原来的位置 譬如我和太太关系 我很深信一件事 他现在这么爱我 我需要珍惜 如果我不珍惜 令到他很伤心一次 令到他很伤痛一次 就算我之后 怎样 认错 怎样 补偿 他的心中都会留下一条伤痕 所以我不想在他生命中 任何有一次的伤痕 那我都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如果你以前已经很多次 那你停止 立刻停止 还有得补救 就不要继续一路一路插 插到对方呢 最后离开世界之前 就说 哎呀对不起啊 我一世伤害你很多次 那时候真的太迟了 好了 跟着珍惜和爱人 神很喜欢和赏赐 圣经讲到 神很喜欢的 神很喜欢的人是善待人的 马太25章40节 你们一起读一下 王爷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 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46节 那些二人要往永生里去 耶稣是很好的 你做在每一个小弟兄身上 一个小朋友 其实我也感觉 我们这里有间学校 这间学校就是 我很想关心 可以帮助 更多学生去认识耶稣 我也都想可以训练到 一些弟兄姊妹 懂得关心他们 你的关心可以对他们 很大的影响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 未必有家人 能够去明白他 关心他 爱他的 有些家人都很忙碌 有些不太懂得 爱他 或者不懂得怎样关心他 这样的时候 有很多小朋友 是受了很多伤害的 如果我们学习 首先学得关心家人 有些人说 我关心小朋友容易一点 因为小朋友不会顶我 我家人常常顶我 但是我们首先学的 就是关心家人 冲破家人的一些障碍 我们就能够得胜 神想我们在家人的关系上得胜 你做在家人身上 神都欢喜我 因为你是基督徒 而做在家人身上 耶稣就称赞你 你是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你做在一个弟兄身上 就做在我身上 而我们将来能够 大陆介练更多小朋友 认识耶稣 我们去关心他的时候 耶稣说 你做在这个人的身上 令到他觉得好被爱 被温 有温暖 是影响他一生 耶稣也很喜悦 耶稣一定会赏赐 神是不会忘记 我们所有为他的名 而所做的一切 我们如何珍惜人和爱人呢 首先就是认识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 每一个人都是神特别设计的 这个经文是讲到 神在每一个人心里有奇妙计划 诗篇139篇16节 可以一起读一下 我未承认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读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赐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素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 这个大卫的诗 他就说 我未承认的体质 神的眼一早已经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这个定字在原文就好像遥障塑造 整慈气的人塑造 就是神塑造我们每一天 神塑造我们生命 你说我很多不好事发生 那些不是神塑造 那些是人犯罪带来的 或者我们犯罪带来的 但是神塑造就是 如何将恩典带到我们身上 如何每天祝福我们 而当我们信耶稣 每天神都会给我们 很多好的意念安慰我们 医治我们 祝福我们 神已经有个计划 个个都有计划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 任何一个小朋友 任何一个不重要的人 神所定的日子 我都未过一天 神已经写了天上的策相 而写了什么呢 神啊 你的意念何等宝贵 素何等众多 神写了很多好的东西 只要我们听话 我们的生命一直提升的 我真的发觉 当我生命被神改变 我初信主都有一个程度的改变 不过后来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之后 我是完全委身的 我完全委身想神去使用 去祝福更多人 我是完全将我生命完全给神 我发觉神就给了我很多的意念 除了这本书《轻松得胜》 我现在还在写第二本 第三本 有很多是我准备如何去帮助人 也都有很多是会用电子书的形式送出去 神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奇妙计划 你听话就进入这个计划 我希望我们都进入这个计划 而你帮到一个人进入这个计划 神很喜悦的 信耶稣不是只是头脑信 不是只是心里面信 只是星期日坐在那里听到 信耶稣是整个生命给耶稣 耶稣是最好的管理员 祂是最好的神 最好的创造者 拯救者 祂会管理好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整个生命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你想想你的生命很高的层次 你去帮人 你的生命更加提升 那些人也生命被提升 所以希望大家都说 为什么我要去帮人 因为 他的生命很宝贵 每一个 多微小也好 就算有些人是有 智障 神都有奇妙计划 有些人有智障 当他被耶稣改变 他都可以帮助其他智障的人 也有些人说 为什么这个人有智障 居然他会这么有爱心的呢 为什么这么开心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好了 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 若拿丹对大卫那种珍惜 其实我们看到的人 每一个不是必然有的 不是一定有的 我们有的时候 是一个礼物 我们就趁可以的时候 在他身上做一些好的事 三号意记上十八章一节 开始下 大卫对素罗说完了话 若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 心相契合 若拿丹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第三节 若拿丹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就与他结盟 若拿丹从身上脱下外婆 吸了大卫 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吸了他 有些人乱解圣经 就说他们两个同性恋 有些人乱解圣经 这个不是同性恋 这个绝对不是同性恋 这个是一个很单纯的 喜悦某一个人 很想做一些好事在他身上 我们每一个都需要学习 左手边那边珍惜友谊 任何一个人 我们相遇的 就算很简单 你去餐厅的那个老板 你经常都见惯他的 他都善待你的 你都可以说 多谢你这么好招呼我 又关心一下他 我曾经试过一次去买东西 我就跟那个人聊天 也去过买不同的东西 聊天 就跟他说到耶稣 然后带着他信耶稣 我就告诉他 我是对面教会的牧师 他说给我听 他家庭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 当我们有时跟别人 就算买东西 跟他结 有些关系的时候 关心他 都可以影响这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 我们在我们周围 就算他是一个牧师 我们对他说一些好的说话 神一样欢迎你 不是一定要帮一些 就是很需要帮的人 牧师都是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去鼓励他的 我们珍惜友谊 友谊是可遇不可求 不是一定有的 还有教会的基督徒 对你好 不是一定有的 有是礼物来的 我们就珍惜 我认识有些基督徒这样的 他在教会 他只是说 这些人不关心我 他又不去关心别人 他跟别人关系又不好 结果他又转去第二间教会 去哪间教会都是这样的 不能够建立到 关系 不能够有好的友谊 因为他只是要人对他好 而对人没有什么珍惜 没有什么说好的话 他就觉得 他的心中觉得 全世界的教会都不好的 但他不知道是他自己有问题 所以我们珍惜每一个教会的 底姐妹 他们对我们好的 对我们招呼 我都珍惜他 也都 约纳丹药是 识英雄 种英雄 这个人有恩赐 我珍惜他 我鼓励他 我帮他 也都为人付出 有时大小的礼物 这个约纳丹 真的给了一些很重要的礼物 因为他们那时候 圣经记载 是素罗和约纳丹丹有刀 他们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容易有刀 但是他将他的刀送给大卫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他 因为他珍惜大卫 所以会对他这么好 有时礼物不一定要大份 有时小小的礼物 我太太有时为我预备的礼物 真是很有心思 做个心仔 写一些字 买一些纸写一些东西 画一些东西 这些都是一些好的礼物 我都有时尝试 做一些东西是表达我心思的 有一次买一张卡很特别的 那张卡 你一开 就有一条 好像它不是鸡毛 总之一定要有鸡毛 一开 那个鸡毛 就会移动的 那他那句话就大约这么说 我仍然喜欢你 就是骄傲我 或者是 骂傲我 那我就在那里画了 一个图画代表我 我就在那里说 我很喜欢你 骂傲我 我都会做一些事情 去表达我对他的珍惜 那这些都是 就是我们 其实 人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都想想 我们周围有多少个人 真的他们在我们身上做的东西 很多好东西 我们能不能够去 紀念 和欣赏 和珍惜 他们做过不好的东西 我们遥书 都想回我们做过多少不好的东西 而我们对父母也是非常重要 以福所书六章二节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戒命 因为神 人将他的爱放在父母的身上 为何父母会这么珍惜子女呢 首先那个妈妈 其实她是很爱她的子女 不过她 未能够用她的女儿想表达的方式 她是赚三千元 她只吃五百元 五百元 除以三十 一日十几元 二十元都不够 人民币 她怎么生活呢 她会存那么多钱 即是她其中一部分 应该是租金 或者她怎么有那么多钱 我真的我不明白 她怎么吃到东西呢 她又不买衣服 就为了想存钱 等子女读书 将来不像她那样 其实她会有爱心 不过她不知道她的女儿 最需要是见到她 而她因为怕 见到她的前夫 所以她就不敢去见她的女儿 她不知道她的女儿 其实在等着她 这就是一场误会 不过我们就看到 她的妈妈其实很有心 我们真的看到 父母做到她身上很多 我们就真的做到她身上 令到她欢喜 这两个图 一个就照顾她已经年长的妈妈 另一个就是小朋友 但小朋友和妈妈玩 让她开心 这个也是孝顺来的 我们已经不是小朋友 不过我和父母一起 有些开心的时间 都是令他们开心的 而圣经是警告什么呢 出埃及的21章17节和15节 就骂父母的必要将她自死 打父母必要把她自死 这个是圣经 旧约里面 因为旧约是一个神治的国家 现在全世界是没有一个神治的国家 神治理的国家 现在神治理的国家 有骂父母和胆父母是要判死刑的 这个就是神想 即他们知道 父母是神放在他心中有这个爱 我们需要珍惜我们的父母 现在路加福音10章30节 就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伤 抢了他的东西 脱了他的衣服 扔掉他在那裡 有个祭司走过 因为如果碰一碰他就不结症 所以这个祭司呢 他就觉得宗教仪式重要些 这个人的生命 如果说一句俗语 他死他事 不关我事 由得他 那就由得那个人躺在地上 那个人就受伤在那裡 就是可能会死的 就是可能会死的 但是这个祭司走过是不理他 接着有个利美人走过 又是这样想 就是那些宗教人士 只是想着宗教 不是想着人的生命 和人的需要 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是以色列人所看小的人 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居然就去帮他治好他的伤口 接着 将他扶到那个雷那裡 然后带他去酒店那裡 就交下钱 给那个店主去照顾 还说 如果那些钱用多了 我回来再给你 就是反而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能够有这个爱心 那我们能够有时 你在街上见到那些人很不开心 有些受伤的人 有些是忧伤的人 其实你走过去和他 关心一下他 表达一下爱心 可能他会拒绝 不过我们都尝试去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他生命中 留下一个很大的影响 有时有个方法会好些 就是给他用礼物 譬如他很忧伤 譬如你有一个新口罩 或者有一张新的水 你拿过去 你说我想送给你 祝你开心快乐 他可能有些奇怪 为什么你会送给我 我只是想祝福你 令你开心点 可能他会开始说话 我们就聆听他 关心他 这些都是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和人建立关系 神是很欢喜的 而我们认识的人 譬如你的邻居 你见到他那天特别伤心 的时候 你都可以关心一下他 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人生命中 有些影响 神是很欢喜的 好了 我们如何珍惜和爱人呢 第一 就是相信人制礼物 人制关系是神给的礼物 人制关系是神给的 就算邻居也是神给的 首先我们亲近神 就建立爱心了 因为爱心是从神而来的 有饶恕人 为每个人讨告 为他们多讨告 神给一个机会去祝福他 所算每个人的长处 他有什么长处 有什么好处 就是开始爱心的行动 总之我们为这个人讨告 神给我的方法去祝福他 当我们有这个讨告的心 神就会带领我们 逐步逐步能够去祝福他 还有对人多说恩典的话 就是我关心你 你是宝贵的 我欣赏你 你有很多长处 你做了很多美好的事 神会使用你的 我珍惜你 你有心帮人真是好 这些是恩典的 祝福的说话 不是说你劲力点 你劲力点是指示 提醒 是多些欣赏祝福 而当我们要说一些律法说话 要做什么的时候 用引导的方式 我们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可以改善关系 我们这样的沟通会不会好些 就是用一个问题的方式 引导 就算我们想去做些事情 我们说不如我们一起洗碗 你帮我洗碗好不好 我会很开心 这些方法是令到人觉得很舒服的 这些都是一些 讲律法的说话 就是说想对方有些改变 或者有时候可以这样说 我有些什么需要调教呢 我们的关系可以改善呢 你告诉我 我怎么可以调教呢 这些都是一些方法 冲破一些障碍 如果你在这方面有问题 你可以跟我讲的 一会儿我们今天 会有一段时间的 讨论时间 应用这些教导的 好了 珍惜人和爱人带来什么后果呢 就是当我们柔和的时候 使路消退了 人家的怒气 会平息 柔和的舌头能够截断骨头 就是说呢 当我们柔和说话的时候 就算很干硬的人都会柔软的 还有更美好的人际关系 家庭关系更好 侍奉关系更加开心 所有人际关系都美善 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是开心的 上班又开心 见到朋友又开心 还有我们有彼此相爱心 这三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基督徒 他们就会认识耶稣得着救恩 将来带到他去天堂 他就说 多谢你当日如何对我好 让我知道耶稣是有爱的 所以我们改变人一定是爱心 才能够改变人 求子帮我们看到 原来我们的 对人的关心 可以将他整个生命 由地狱拔出来 去天堂那里的 大家想不想 我们能够拯救一个灵魂 是神好喜悦的 而有相爱关系教会 也都更加强 大家想不想关心一下 弟兄姊妹 你做在她身上 你跟她招呼 跟她聊聊天 分享一下自己的东西 不要慢地说 碎碎不休 就是让人知道 你可以说一下自己的东西 你又听她说她的东西 这样的时候 大家互相关心 这个关系就越来越好 如果教会合一 是更加有力量的 求子祝福我们 我们 时间关系 我想不唱这首歌了 这首歌就是 或者在我们的课程中唱 因为今天有圣餐 我们就在这一阵 大家一起祷告 去问神 主耶稣 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 有没有爱心呢 我们是否忽略了他们呢 我们有没有伤害他们呢 我们有没有珍惜他们呢 我们求主耶稣赏灭我们 我们求主耶稣赏灭我们 主耶稣我们多谢祢 因为祢有怜悯的心 压伤的奴位 祢不会截断 将残的灯火 你不会吹灭 神说 任何一个人 多忧伤 多软弱 你不会丢下他们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不知不觉 伤害人 说话 很强硬 直不甩 令到人很受伤害 求主耶稣赏灭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曾经多次伤害人 求耶稣赏灭我们一切的罪 求主耶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赐给我们爱心 珍惜人的心 我们所有周围的人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 虽然他们有缺点 但是我们越爱他 我们越能够帮助他 改变他 求主施恩 帮助我们 有目标性 这个礼拜 我们跟哪一个人建立关系 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想一想 我们的家人 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邻居 有哪一个 我们想开始跟他建立关系 冲破一些的障碍 让我们去珍惜和爱他们 主耶稣帮助我们 多亲近你 以至我们能够活出耶稣的爱 因为耶稣就是爱 耶稣里面充满爱 充满怜悯 充满关心 充满接立 求主将这种爱 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都是充满怜悯的心 爱人的心 珍惜人的心 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关心人 神都纪念和赏赐 神就会厚厚的祝福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 求主帮我们成为柔和 为我们成为柔和 谦卑 我们听到这个信息 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 神很想祝福和提升 多谢主 祈祷奉主耶稣聖命 阿们 多谢天父 求主祝福大家 满有这个爱人 和珍惜人的心 多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